再把它改成名次 这个范围 打勾 这个再把它贴上去 然后这个范围 把它改成什么 业务水准 按打勾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如果今天怎么样 我要查别人 你会发现这边假如说 查001 Enter 有没有 自动带出来 002 Enter 自动带出来 这样不就变成一个查询系统 你要查 就像比如说 你们公司里面的员工 你可以有一个员工编号 输入员工编号 Enter 自动那个人的资料 全部带出来了 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甚至呢 当然有8code reader 有没有 就条码7 不是说上面都有 那个员工的编号的条码 一扫 其实那个条码本来就是一个号码 他只是说扫完之后会多一个Enter 所以你也可以把游标放在这边 然后那个reader 逼一下 全部就带出来了 所以也是可以很快的做一个查询系统 不过通常 这个资料跟这个资料会分开来的 有没有 这个是查询界面 所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新增一个工作表 这边的话呢 给它改成叫什么 查询界面算了 就是额外把它独立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它换到一个查询界面 然后把这边搬到前面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剪下来 然后直接放在查询界面的B2好了 这边空一个 空一个栏跟D好了 OK 然后把这边稍微再拉一下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将来旁边你就看不到资料了 有没有 资料就把它分开 资料归资料 界面归界面 那一样的话 你可以查003 自动一样带出来 但是有个缺点 怎么样呢 这边最好是做一个下拉清单 好像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有00多少 假如你009 Enter 有没有009 它看起来好像是有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 只有008 但是你打了009 它还是会找到 它找到谁 找到008 OK 所以 那当然如果你要避免掉什么 避免掉就是说 你不知道要输入什么的 最好是做下拉清单 然后呢 让使用者自己去挑的 会比较不容易错误 可是要如何做成下拉清单 其实下拉清单非常简单 编号部分 第一个怎么样 你可以先把它做成一个 我的习惯 一样做成什么 定义一个名称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特别说 这个跟定义名称不太一样 定义名称呢 是没有选到栏位名称 从选举范围 是要选到栏位名称 而且它的栏位名称在哪里 顶端列 按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多一个什么 编号 而且是在3到10 对不对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要变成下拉清单 请你游标放这边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资料里面的什么呢 资料验证 这个就可以很轻易的做出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以后你可以配合名称定义之后 再利用资料验证 很快就变一个清单了 这个观念的话 再来我试一试 有要放这边 对不对 如果你要做清单 先定义好 然后放这边资料验证 对不对 第一个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清单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自动有个清单 第二个来源 F3 在哪里呢 在编号 有没有 这样不是很快吗 名称定义好 如果你有很多地方要下拉清单 你就整个选起来 每个都给它做下拉清单 可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那你以后就不用查了 不然每次切来切去 切来切去 很麻烦 OK按确定 确定再一次 旁边不是多一个下拉清单 出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只要点选 它就会有个下拉清单出现了 OK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但是非常实用 它缺点就是很多同学 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让它显示001加姓名 编号加姓名 当然是不行的啦 OK 除非说你可能自己要去创一个什么 额外一个栏位 里面那个栏位 本来就是001加姓名啦 那就可以啦 因为在那个assess里面 是有这样的东西啦 但是esale里面 这个功能目前是没有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要硬要做的话 就像我讲的 你可以用VBA 自动快速产生一个 那个